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當時就是經過一些調查之後 他們認為說 可是後來的話就是碰到一個問題 因為當時玉山國家公園預定地 已經在巴龍關古道那邊 和玉山那邊已經大致上被圈出來了 所以他們就碰到了那個玉山國家公園的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的話就是有 從嘉義到玉山 從水里到玉山 這兩條都沒有問題 嘉義到玉山這一條就是1986年就通車 然後水里到玉山1991年 可是玉山這條線的話就是 在那個1981年動工 動工是從哪裡動工 從花蓮一直到南安 然後就停止了 後來最主要就是說 經過環評 經過環評的話 環評沒有通過 所以後來就是 最後在 最後就放棄 環評沒有通過 所以最後就放棄那個 從玉山到玉里的那條線 所以玉山到玉里的那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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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早上的時候就是 坐進的時候到南安 然後 一開始走的時候就 就碰到一隻大山豬 在我們旁邊這樣晃 然後在走沒幾步路 上面就一群猴子在那邊搖樹 對我們示威 那個很有趣的一個 我們當時是一直想去找那個 找那個布農族的那個 人頭骨的那個骨架的那個位置 可是一直都沒找到 然後 現在都已經修整得比較完整的 我們當時是只能走到瓦拉米 再過去的話那個吊橋就斷掉 然後那邊的那個水漬 有很多這種顏色 然後馬黃也特多的 然後還有百步蛇 然後我們在那個走到 還不到瓦拉米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碰到兩個女生 然後身上都有翻刀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們是幹什麼的 他們是斯大生物系研究所 他們在做那個 食肉木的動物的調查 他們就是帶了一些那個 雞脖子 鴨脖子 然後綁在那個樹上 然後觀察那個 觀察那個 在那邊住一個禮拜 然後觀察那個 食肉木有沒有 一些貓咳洞有沒有去吃 然後我們當時還問他熊的事情 他就說山谷裡面 有一隻母熊 然後他帶著一隻小熊 可是我當時就問他們 我當時就問他們 你們都不怕嗎 他們說 他那個熊扶會上來沒有關係 很有趣 兩個女生 然後看起來就小小的 然後一個人就 一個人都帶一把翻刀 所以玉林玉山縣最後就 在1991年的時候 行政院就放棄了 所以就 我們就可以保留 巴東關越林古道的最重要的那個 否則的話 他這條路線 就是打算從那個大分 瓦拉米這樣子 移路過去 所以喔 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山的那個 像那個河灣山 這個在河灣山拍的 河灣山的那個 岩城的話 最主要就是板岩 還有千梅岩 它是比較容易破碎的 所以是非常的 所以 很多人就說 要在那邊見纜車 也不太可能 因為那個地盤 就沒有辦法承受那個力量 山坡地的土石流 是那個 台灣的山林開發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山坡地的土石流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在那個 大坎樹之後的話 包括茶葉 高山蔬菜 陸陸續續都上山 所以就造成了很大很大的破壞 而且的話 還有一個全民造林運動 也就是你 你一假地 你可以造林二十年的話 政府就補助你五十三萬元 所以當時很多人的話就是燒山 然後 然後種小苗 然後去爭取補助 所以說政府很多政策 其實 其實 其實有一些政策 應該要針對 這種漢人的文化 應該特別特別的去研究一套 那個 有辦法去制止的那個 不然的話 很多人都會在 不是求生存 也不是為生存 而是求利益的角度上 去破壞我們的中央三地的山民 所以這一點的話是我們 必須要在 可是我們還是要考慮到我們地理個性 我們地理個性 確實是很容易破碎的 所以一旦你開一條路 可是一旦崩塌之後的話 你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氣 很多的經費去維修 譬如說我們的南橫 最近才開通 那個是從那個 很多年以前 崩塌以後 慢慢慢慢才修整而成的 所以說這個 開發還是要看地點 還要看地理個性 然後要適度 我們的岩層其實是非常的破碎的 古道為我們開啟那個探索 台灣自然與人文資產的一扇四窗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時候 我們也必須要去思考說 台灣人跟自然之間的關係 應該要怎麼做才對 而才不會完全是從利益出發的角度 從利益出發角度其實是非常的恐怖的 然後像這張照片 像這張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成里跟結里 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 這種山地是非常容易奔攤的 一旦雨水過多或是地震或是幹嘛的話 就很容易奔攤下來 所以土石流是到處都可以看到 所以台灣我們要如何保護我們的山民 這個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 我們要欣賞它的自然美景 然後欣賞整個原住民的文化之外的話 可能也是要考慮一下那個 所以台灣的古道 所以台灣的古道 承載了台灣山林生態的豐美多樣 也承載了鮮明求生的精神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對台灣的山林的自然生態 與人文史基的資產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維護住 而且要把它變得更好 變得更好的方法很多 比如說像有一些比較敏感的地區 像國家公園 像政府其實都應該要花錢 把那些地方買回來 因為在過去 我們在很多很敏感的地方 跟很不應該開發的地方 是隨意放任開發 然後讓人民去買那邊的土地資產 然後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之後 卻要用全體納稅人的錢 去補那一塊傷痕 所以這樣的話其實是不太公平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對一些敏感的地方不應該開發 然後政府最好是花錢把它買回來 就好像那個國家公園 有一些國家公園有一些敏感的地方 那個其實應該顛餘算把它買回來 這樣一塊一塊的修復我們台灣 比較豐美多樣的整個山林資產 這樣未來我們要去那個保護它 享受它都比較容易 我大概再複習一下 原住民時期的路的話就是那個求生存 求生的路 為生的路 還有就是生活的路 然後再來的話清朝的話就是 漢人跟原住民真竹的路 然後到1874年的時候就開北中南山路 那是以國家力量想要把後山這塊地方 也收回來變成清朝的疆域 以免外國人的勢力去佔領它 這個就是一個很關鍵的轉折點 然後到了1895年日本人的時候 日本人的話就是他想對整個台灣中央山地做完全統治 而清朝開北中南山路那個時候還不算完全統治 那只是對後山的平地的原住民的統治而已 然後日本人的話就是想對所有的高山原住民做完全統治 所以就開越領道 然後越領道中間有很多警備道 然後警備道裡面有很多日本警察官裡住在所 就是去控制一個一個可能作亂的原住民部落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越領道 比如像河環越領道 巴通關越領道 然後關山越領道 內北路越領道 俠客路越領道等等等等 其實都是那樣子的 所以中間就會有很多的日本警察官裡住在所 然後花很大很大的力量去維持 所以日本當局認為說這個經費發的心會淌血 所以他們後來就想了一個方法 集團移住 就是把高山原住民部落的原住民 先移到平地或是山腳 然後壽產壽田 教他們農耕 然後讓他們在山腳的話就比較容易控制 然後山林的資源 像一些森林 水利等等 他們就可以更自由地去發展 然後就不要受到限制 所以後來甚至把設立三個國立公園 大統國立公園 泰國國立公園 玉山國立公園 然後再發展觀光 變成整個山林資源的多重的運用 然後再來 所以日本人打的想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子 可是那個過程的手段就是 有一些武力 有一些衝突 所以就造成原住民很大的一些傷害 然後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大家不要以為國民政府來以後 對原住民都沒有控制 也不是 但是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在山地夫的時候 那時候在佐西鄉 我當時就跟一個同學到那個 佐西鄉的那個 救國團的那個團館會 去借那個毯子等等 然後就跟他們聊 然後他們一個人以為說 我跟他們也是同一夥的 他就跟我說 你看 那裡面的原住民 一舉一動 我都良若執掌 他們絕對不會逃過我的眼睛 其實他就是在監控 所以他們在監控 然後他們也知道 因為他們也知道說 在日治時期 原住民是非常強悍的一個民族 所以他們也是怕那個會作亂 然後國民政府時期的話 對於古道的影響的話 最主要就是兩項 第一項的話 就是大開林道 剛才已經看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林道 像大雪山林道 什麼林道 一家林道 一大堆的林道上去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個開北橫中橫南橫跟新中橫 開這些 開北橫中橫南橫跟新中橫 當然是有利於整個後續的那個觀光發展 可是其實開其實也沒有什麼錯誤 當然新中橫那個是比較有爭議的 新中橫還好後來那一段把它終止掉了 可是比較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把農業帶上山 把農業帶上山 然後再加上漢人的文化就是說 可能原本很多日本人的水土保護區 這裡掛一塊那裡掛一塊 就賣給漢人 然後就變成果園 有一些原住民保留地 也是在一些方法之下 就變成漢人的果園 高冷蔬菜或是茶園等等的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造成的後遺症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還好就是說那個新觀念引進之後的話 我們的學者跟我們的民間團體的努力之下的話 我們的國家公園我們的自然保護區 一個一個的建立 然後我們的生態保育的觀念也慢慢的上來 所以走古道的意義的話 就是可以去看我們的整個台灣的自然生態的資產 還有就是說 還有看我們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多樣性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保護台灣的山林是大家的責任 好 那我們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 我們接下來講那個基隆古道的特色與故事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可能要講快一點 然後挑重點講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也可以隨時問我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也可以隨時問我 這個是那個諸羅縣市裡面的那個古道 好 我們就講快一點好了 在那個基隆已知的原住民的部落的話 就是和平島的那個基隆社 然後現在如果說要比較勉強說 可能還有一條古道是比較接近他們的列徑 或是跑標道的話 那應該就是從大概就是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八指門 就是原住民會館那個地方越過去 然後到海大 然後到走龍岡步道一直上去 而這一條是應該就是比較接近他們的原始的那個訓練 跟打獵的那個打獵的步道 而這個說來話長 所以我們就跳過去 巴塞祖 好 大致上就是這個步道 就那個西班牙人的荷蘭人的紀錄 基隆人非常會涉獄 左邊的是那個基隆原住民 然後東北海岸道的話 其實有兩個故事可以講 第一個話就是沉默的交易 所謂的沉默交易的話就是跟黃金有關的 就是說原住民會在某一個點 把這個不是凱拉格蘭人 這個可能是泰亞族人 他把黃金放在某一個海岸的某一個點 然後就走了 然後外國人到那個地方去 把一些相關的布皮等等 或一些日用品放在那邊 然後泰亞族原住民再過來看 如果覺得符合的話 他就把東西拿走 把金子留下來 然後外國人再來 再把金子拿走 這是沉默的交易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那個大草鞋的那個 大草鞋這個很好玩 不過這個要講很久 我看我們不要講 好 那簡單講一下 大草鞋的意思就是說 以前的話這邊的人都經常會 會在某一個季節裡面會收到 在海岸裡面 海岸旁邊撿到大草鞋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對面那個島的人是巨人活的島 他發現那個草鞋很大 所以他們就編織更大的草鞋 然後在海流反向的時候就把它丟到海裡面 他的意思就是要讓對方知道說 這邊的巨人比他們還更大 所以雙方面就要鬥志 這個大致上講一下 因為時間其實有限 西北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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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海岸最主要就是那個 但是 這是一個 這邊有一個國姓埔 國姓埔埃的那個地名 這個就是一個那個 南邊的大致上那個就是到那個巴渡他們的獵場的路 還有到暖暖跟暖暖色原住民交易的那個路 這個是那個荷蘭人在1654年畫的圖 把和平島畫得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基隆港反而不見了 這張 和平島就是這個 一整個都是和平島 結果基隆港就不見了 所以潘江蕙就說那個 他在畫圖的時候 一定是喝醉酒 比例完全不對 基隆港就是和平島 然後那個巴塞人有那個貿易路線 他們每年有200艘邊架船 到中國大陸去跟他們做生意 換東西回來 所謂的邊架船的話就是那個蜂嘎 就是獨木舟 然後旁邊用藤樹板綁 兩邊都要綁 不然的話要獨木舟一出海的話 海浪一來就被打翻了 所以旁邊用藤樹板 所以叫邊架船 這是基隆的那個 巴塞族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然後卡拉格蘭族 這個名稱其實是錯誤的 卡拉格蘭是看見海的地方 那個時候是日本一位人類學 所以他們在和平島訪問的時候 可能不太懂他們的語言 所以就把卡拉格蘭當成他們的族名 其實是錯人 所以現在江蘇就錯 反正卡拉格蘭大大 卡拉格蘭學校等等 這個就是荷蘭人在追巴塞人的貿易 因為他們會跟外國人貿易 可是荷蘭人限制他們 所以就在後面追 好西邊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比較沒有那個 這就和平島 和平島有個聖沙瓦多城 還有一條聖沙瓦多街 聖沙瓦多街當時是各國的商人 都來這邊做生意的地方 然後曾經也有22艘西班牙的船 同時入港 這個是1626年西班牙畫的基隆的圖 這是他們管轄的區域 基隆就是 基隆基本上就是西河在東南亞的貿易的轉運站 其實他們當時貿易最主要的對象是中國 所以說他們 荷蘭人本來想佔澎湖 可是澎湖有明朝的守軍 後來他們就退了其次來安平 所以是轉運站 轉運站的功能 聖沙瓦多街 聖沙瓦多城跟聖沙瓦多街 當時的船上都有砲 西河時 西河時期有流路有梅路 有 當時有個船教士叫做Eskiver 在海外的圖中 被原住民殺害 這個是很常見的事情 像環球世界一座麥哲倫 也是在菲律賓被原住民幹掉 像有一個庫克船長 英國第一個到澳洲的庫克船長 後來也是被原住民幹掉 所以原住民是有他的很強的鎮爾海戰 後來留下那個藩之肉 1663 1664 1666 就是死掉人的那個紀錄 鄭氏與基隆 其實有留下了一個名稱 叫做福州街 福州街就在和平島的三府王爺廟 後面的那一條街 叫福州街 當時福州街是商旅鼎盛 也是買賣軍火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可是自從清朝來的時候 整個和平島的國際商業貿易完全消失 整個大陸文化就進來 正是 十四山 十四山跟那個 都是那個 音歌時都是那個 跟鄭人公有關的名詞 然後清朝的時候有兩組移民 進到基隆 一組是在基隆街張州人 一組是在基隆河中有泉州人 所以等一下就會講到章權卸道 貿易路 再看一下 產業路 所以基隆路有很多特色 因為它曾經發生很多歷史事件 所以像有泉州路 有戰爭路 有什麼路 有產業路 有很多很多 這是我們最後再來整理 這是乾隆漁圖 漢人拓肯道 基本上的話就是那個 基隆河的水運跟那個 濃漢人拓肯道 是從巴里芬到淡水 然後繞過北海岸 到達豪華山五條港 豪華山就是這個 這個 我們從基隆港 很容易就看到這個 豪華山 旁邊這個是長和寮山 這個是五條港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過了 一段是 一些年之後再進到內港的卡瑪甸 然後前從八斗翻棄的話就是當時卡拉格蘭人的獵場 然後就租給泉州人當那個 每年他們要腳骨 這個就是 不會寫字 然後用手壓 後來就 好 看一下 這個講起來其實很細 所以因為時間不太夠 所以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 使用時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民視產業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我快撐不下去了 1966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出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請大家準備 好喔 小心 一年前 媽 媽媽 我要走了 媽媽 你趕快打電話 在1966的協助 從婦女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腰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 也不及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我看在這間 好 你怎麼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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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